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学怪谈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海森堡的不确定猫 量子理论的迷雾派对 二、霍金的黑洞逃生术 宇宙的悄悄化 三、特斯拉的闪电秀 电流中的摇滚明星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海森堡的不确定猫 量子理论的迷雾派对 在探索物理学的请了时解释 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令人困惑 甚至有点反直觉的概念 其中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和施定恶的猫 是两个让人既惊叹又头疼的例子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跳进这个量子理论的迷雾派对 看看这些科学巨人是如何让我们的认知 跳跃到了另几口维度 首先让我们从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开始 想象一下你在一个派对上 有一个非常害羞的朋友 我们称它为电子 你想知道它在派对中的确切位置 于是你决定用一个非常小的手电筒去照它 但是每当你照到它时 它就会因为光线而移动位置 这就是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的现实版 你无法同时准确知道电子的位置和它的速度 在量子世界里观察本身就会改变结果 接下来是虚定恶的猫 想象一下 有一个盒子形容它 里面有一只猫 一个装有毒气的小瓶子和一个放射性原子 如果原子衰变 毒气会被释放 猫就会死亡 在我们打开盒子之前 猫同时处于生死状态 这听起来就像是猫在玩极端版的藏猫猫游戏 知道有人打开盒子 他才决定是要出现还是消失 这两个例子展示了量子理论的非直观性和奇异之处 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 有些事情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确定 而薛令恶的猫则向我们展示了观察者如何在量子世界中扮演关键角色 所以下次当你在排队上找不到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宠物猫 在家里玩捉迷藏时 记得这些都可能是量子理论在向你眨眼 在这种迷雾派对中不确定性和概率统治着一切 而我们只是在尽力跟上他们的五步 接下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霍金的黑洞逃生术宇宙的悄悄化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霍金教授和他的黑洞逃生术 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宇宙间的悄悄化 这是一个关于天才黑洞以及宇宙最深奥秘密的故事 而且我保证这不会让你陷入无尽的物理方程式之中 首先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光子 一个快乐的自由自在的光子穿梭在宇宙之中 突然你发现自己正朝着一个黑洞飞去 对对那个连光都不能逃脱的恐怖之地 按照传统物理学的说法 一旦你掉进去那就永远回不来了 但是霍金教授却说 等等故事还没有结束 在1974年霍金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理论 霍金辐射 他指出 他指出 由于量子效应 黑洞其实会辐射出微小的粒子 这意味着黑洞不是完全黑的 它们会慢慢失去质量 最终蒸发消失 这就好比宇宙间的悄悄化 一个告诉我们其实在最黑暗的角落 也有光明存在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加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黑洞是一家餐厅的话 霍金辐射就是那个不断偷吃食物的顾客 一开始餐厅黑洞可能不会注意到 少了一点点食物质量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这个小偷霍金辐射会慢慢的把餐厅吃华 直到最后餐厅关门大吉 黑洞蒸发 霍金的这一理论不仅仅是关于黑洞 他挑战了我们对宇宙的基本理解 将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 这两大物理学之著 强调的集合在一起 这就像是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看测绝望的情况下 也可能有出路 或者至少有一些我们从未想象过的可能性 所以下次当你仰望星空 想想那些遥远的黑洞 以及他们如何悄悄地与宇宙交谈 透过霍金辐射告诉我们宇宙的秘密 这不仅仅是物理学的胜利 也是对人类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的一种赞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特斯拉的闪电秀 电流中的摇滚明星 在探索现代科技的奇迹时 我们不得不提到特斯拉特斯拉部 我不是指那位在社交媒体上 引发无数争议的亿万富翁 而是指那位让电流跳舞的 19世纪科学及科学摇滚明星 伊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这位发明家 不仅仅是电气工程的先驱 更是特斯拉的闪电秀的主角 他的表演让成为了摇滚明星 伊古拉特斯拉 这位出生于1856年的塞尔维亚 美国发明家 以其对交流电的C系统的贡献而闻明 但除了他的科学成就 特斯拉还以其戏剧性的公开演示而闻明 这些演示不仅展示了他的发明 也展示了他对电的掌控能力 可以说是19世纪的电流中的摇滚明星 下站一下一个房间被神秘的紫色光芒照亮 观众笔记以待 突然间特斯拉走上舞台 他的身后是他的特斯拉线圈 一种能够产生高电压低电流 高频率交流电的电气斜阵变压器 随着特斯拉线圈的启动 电弧在空中跳舞发出雷鸣般的声音 而特斯拉则像指挥家一样 指挥这场电的交响乐 这不仅仅是科学的展示 这是艺术 是对未知的挑战 是对自然力量的驯服 特斯拉的这些表演不仅吸引了大量观众 也展示了交流电的潜力 为他与托马斯·艾迪生之间的电流战争 增添了戏剧性 艾迪生坚持使用直流电第七系 而特斯拉则是交流电的坚定支持者 通过这些充满视觉冲击力的演示 特斯拉不仅赢得了公众的心 也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 为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交流电系统奠定了基础 特斯拉的闪电秀不仅仅是科学史上的一个趣闻 它也象征着创新和想象力的利益 特斯拉用它的发明和表演向我们展示了 当你将科学与艺术结合时 你可以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它可能没有在财富上获得巨大成功 但它在电气工程领域留下的遗产 以及它作为电流中的摇滚明星的形象 将永远被人们名气 所以还是当你开灯或者给你的电动汽车充电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一切都是始于一个男人和他的赏电秀 一个真正的科学摇滚明星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关于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 薛定恶的猫以及特斯拉的闪电秀的介绍和分析 这些概念和故事让我们对物理学的奇妙世界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同时也展示了科学的幽默和艺术的力量 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 观察本身就会改变结果 我们无法准确同时知道一个例子的位置和速度 这就像在派对上找不到害羞的朋友一样 每当我们试图观察它的位置时 我们的行为就会影响到它的运动 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挑战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直觉 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认知有其局限性 确定恶的猫则向我们展示了观察者 在量子世界中的关键作用 在打开盒子之前 猫处于生死两个状态的叠加中 直到有人观察到它 它才会处于确定的状态 这个想象中的游戏让我们感受到了量子世界的非直观性和奇妙之处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特斯拉的闪电秀 特斯拉以其对交流电系统的贡献而闻名 但它更是一个科学摇滚明星 它的表演将电流变成了艺术 让电弧在空中跳舞 发出雷鸣般的声音 它的闪电秀不仅吸引了大量观众 也展示了交流电的潜力 最终赢得了与艾迪生之间的电流战争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科学的胜利 也是对人类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的一种赞美 它们让我们意识到 科学不仅仅是一堆公式和实验 它也有幽默和艺术的一面 通过故事和幽默的方式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科学的美妙之处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 薛定厄的猫和特斯拉的闪电秀 有什么看法 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吗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对我们节目点赞